我看到要入場的人士已經進入了 在Facebook上同步直播 再次跟加拿大的朋友說聲早晨 跟在海外、亞洲、香港的朋友 感謝大家在旁邊的時分抽空參加這次的講座 因為現在有不少人士都表示很有興趣 想移民加拿大 又或者自己本身在加拿大讀過書 甚至乎已經有公民身份 想回流、反回流 但可能面對稅務、置業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次是第二次舉行現在網上talk 目的就是希望透過我們的專業嘉賓 解答大家的問題 事不宜遲可以開始和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議會的各位嘉賓 包括有嘉雄移民總裁陸炳熊 Tony Tony可以和大家打個招呼嗎? 你要開麥克風和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 大家在多倫多的朋友 可能都認識了陸先生 Tony 已經很長時間了 他和他的團隊在多倫多 很早開始已經幫助一些有需要的移民 留學的朋友 解決他們這方面的問題 稍後我們會聽他說多一點 另外 如果要移民的話 可能大家在人生的階段 已經開始累積了一定的資產 怎樣可以令到這些資產得到保障 以及不會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不必要的流失 今天我們請到嘉港財務策劃師事務所的CEO 呂Sir Anthony 就會和我們一會分析一下 在這方面應該要怎樣部署 Anthony 不如先說一下好嗎? 各位大家好 好 謝謝 接著我們說到 來到加拿大第一件事 就是想落腳 落腳要想就是住 我們也請到加拿大其中最大的社區發展商 就是協平西博集團的代表 有Isaac Isaac Chan 可以和大家打招呼Isaac 是不同時電的朋友 大家好 Isaac代表這個協平西博集團 其實我們加拿大是一個非常有實力 其中一個就是最雄厚的一個發展商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加拿大的發展商 都是有一個個別省份或地域的限制 但是他們在加拿大不同的省份 東岸西岸都有他們的發展 所以聽他們說的話 稍後就會更加知道多一點 東西兩岸的流域的情況 子晴 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開始 首先請我們第一位嘉賓說話好嗎? 好啊,因為我們就是假設 如果你現在已經在看這個網上談論的話 你也可能已經做了一些初步 關於加拿大的一些研究 我們今天請到嘉雄移民總裁 陸炳紅 Tony 會跟我們說一些 最近時常會見到的個案 而這些個案可能也會應用於你身上的 我們有請Tony 陸炳紅先生 大家好 很高興在網上和大家分享一些 加拿大的最新移民的訊息 首先我自我介紹一點自己 讓大家了解我的背景 我是陸炳紅 Tony 鹿 我來加拿大已經有45年的時間了 我公司開了已經有31年的歷史 除了我是公司總裁之外 我本身是加拿大專業移民顧問協會 華人的會長 另外我也是在本地的新力加學院 專修移民法的 以及榮業畢業 Gradual with honor 另外我就是在加拿大管理電視台 周時都有一些移民的欄目 我做嘉賓主持 今天很高興能夠和大家分享一些移民的訊息 基本上我想大家都很了解加拿大 不過可以講講一些概括加拿大 簡單的介紹 加拿大地大物博有超過3000多萬的人口 而華人的比例大概是200萬左右 即近200萬 我們在加拿大影響也不小 我們有華人的部長 我們有華人的議員 我們有華人的教育委員 而在加拿大來說 如果你移民在加拿大 你會發覺英文越來越退步 因為這裏基本上 有廣東話、國語都可以生活的 我們有很多中文聚居的唐人街 另外我們在這裏 有一個城市在多倫多附近 有一半的人口是中國人 而那一條市長是外國人 我現在都會唱中文歌的 我們基本上加拿大特別多 和溫哥說有很多食肆 咖啡、奶油、菠蘿茶 基本上沒有問題 有叉燒飯 以及現在有很嚴重探討的骨骨飯 我相信現在我們在聲音方面 是出了一些回音的問題 麻煩陸先生 你那邊可能回音的問題解決了之後 可能你現在的電腦要開一開聲 暫時停止了 要靠陸先生那邊的同事可以幫幫忙 其他朋友 如果你發現自己的咪啡開了 也麻煩你先閉嘴 閉嘴的按鈕是在螢幕的左下角 因為有些背景聲音 可能會影響效果 所以我們看到Tony 應該回來了 Tony 聽到了 我再說回剛才的主題 我想在此為大家介紹加拿大移民的政策 基本上加拿大移民可以分三大類 第一類是技術移民 第二類是商業類的移民 第三類是家庭團聚的移民 基本上可以分三大類 技術移民方面可以分兩個層面 一個是聯邦的技術移民 一個是省的技術移民 我們俗稱為省提名移民 另外來說 關於商業移民 基本上可以分投資移民 和企業間移民 投資移民來說 現在聯邦的投資移民已經停止了 只有灰北省的投資移民 但是灰北省的投資移民 今年的名額已經換了 明年才重開 關於企業家移民來說 其實加拿大有十個省份 每個省份都有它的企業家 或者省提名移民 每個省都有的 每個省根據它們的要求 不同的學歷要求 不同的英語要求 以及資金要求 第三類是家庭團聚 家庭團聚可以分幾項 一是配偶的擔保 加拿大是很特別的國家 就算是同性的配偶 都可以擔保移民來加拿大 而且不一定要結婚 只要你們同居一年以上 就可以申請另一個伴來加拿大 當然申請人或擔保人 一定要有加拿大的身份 才可以擔保另一半 另外可以擔保子女 子女的定義是 就是21歲以下的子女 都可以擔保過來 當然有些可以領養的情況 領養的子女 或者繼父繼子 或繼女都可以擔保過來的 另外一個就是 很多人關心的父母 組父母的移民 只要擔保人 有加拿大的身份 另外 連續三年報稅 報稅比較高一點的話 都可以擔保 你們的爸爸媽媽和祖父母 除了這三年移民之外 還有比較特殊的就是 自僱移民 自僱移民 如果你在音樂、體育 或者演藝界有特殊的貢獻 或者知名度的話 你可以申請自僱移民 沒有音樂要求 又沒有資金要求 例如最近有申請過 我幫過處理的那些乒乓教練 彈琴的老師 或者有些藝員 都可以隨著這個途徑 去申請自僱移民 另外最後一件事就是 如果很多人 是不符合以上的條件 但是家人在加拿大 大部分家人 比如父母或兄弟子母在加拿大 有一個特別的申請方法 叫做人道同情移民方法 人道同情移民方法 就是幫你求情 最近我們處理的成功個案 就是有一個女士在香港 她父母傷亡 只有姐姐在加拿大 姐姐有加拿大的公民身份 她就申請與姐姐團聚 最後都可以成功了 另外想提醒大家 最有成員的條例 以前有些人說 我最有成員在香港 可不可以申請 這個條例已經取消了 但是取而代之 又叫做人道移民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以上移民 哪一種是適合大家 晚一點我會和大家分享 一些個案和互動 我想將時間加分 給我們以下加分 我們晚一點再互動 謝謝 謝謝 謝謝Tony Tony和我們講解了 各種不同的移民方法 不同的界別 稍後也有個案 可以和大家分享 你也看到在 chat room 朋友們已經開始 把你們的問題打出來了 繼續不要讓他停 因為我們現在先由講者 先和大家概括地 講講今天的內容 之後 就會盡量嘗試逐一解答 各位的個案上的問題 另外我想提提大家 如果你正在用 無論是平板電腦 手機的版本 或者是電腦版本 其實你也有一個選項 可以在畫面上選擇 speaker view 即是主港嘉賓 變成由哪位主港嘉賓 在講話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那位嘉賓的樣子 可能你就會更加清晰些 整個事情出來的效果也會好些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嘗試用這個方法 好了 我們是時候介紹另一位嘉賓 成功移民了 另一件事 未年輕之前 可能你也要處理一下 就是稅務 個人財產的調配安排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找 嘉港財務策劃師事務所的呂sir Anthony跟大家講講 交時間給你 Anthony 早晨 大家好 我是嘉港財務策劃師事務所的 CEO呂sir來國聰 上次我也有機會 能夠參加這個 現在的網上 talk 上一次我們談了很多稅務問題 之後呢 是有很多朋友 是踴躍的去發問 那我今次也看到了 在檢查室裡有人 已經是問關於 這個保險有關的問題 那上一次也有很多人提到的 那在我工作的範圍裡面 我想首先我們考慮 就是關於移民之前 大家的稅務問題 因為呢 加拿大到底是一個 稅 就是一個萬稅的國家 很多方面呢 和香港的稅制的情況都有不同的 所以有很多事情呢 預先考慮了 免治到來到之後呢 又疑我 那今次我重點會提的 就是從稅務考慮呢 我相信 長逢、公積金 或者強積金 按著不同的年齡 都有人可能會是 未離開香港之前呢 要考慮要處理的 那這個呢 在過往十幾年呢 我也都接過不少 香港的政府公務員 他們移民過來的時候之前 都會有細節擔心 他們來了之後的長逢怎麼辦 那麼簡單的說 就是說 如果能夠在 未抵達加拿大之前 能夠解決到 以上的這個問題的話呢 是最好不覺的 如果不行的話呢 來到之後呢 還有方法 呂長可以幫你 來到加拿大 你成為居民之後呢 不論你的長逢 公積金 強積金 到時才收到的話呢 我們也有辦法幫你免費 合法的轉移進來 加拿大 那另外呢 上次也有很多人問 關於資產的轉移方面 那我覺得 就不只是轉移的問題 考慮 移民是一個人生 一個很大的抉擇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想不單止是人過來 你有的資產 怎麼重新部署呢 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那從一個 很多不同的角度考慮 包括就是說 資金安全 效益 風險回報 現金流 稅務等等 這些都是你們應該要考慮的地方 那麼這類型的個案 相當多了 那我只是說呢 就是比較多些 近期 兩年前左右 我已經開始 建議有部分我香港的客人呢 就是把部分香港的地產 轉秀 原因是呢 很多香港人很習慣就是 在香港做回地產的投資 還有呢 就是買這個香港自己的股票 那我所以呢 在當時來講 開始建議大家呢 就分散個投資 開始將部分香港的地產呢 是出售 那麼最近到今年的四月呢 我就更加提議他們呢 就開始將資金呢 全球化 那麼無論是 譬如有些是移民來加拿大的 舉例 那麼可以呢 就是將他們的港幣 或者是他們其他的外幣呢 轉換成家園 然後呢 轉過來加拿大 那麼 那麼 效果都非常理想 如果是四月份開始做的話 到現在來說 在帳面上呢 都升了大約7%的了 那麼 我想以下的時間 交給以下的嘉賓了 我不再 大家時間 希望到Q&A的時候呢 有多些機會和大家聊天 好 謝謝呂sir 呂sir 呂sir呢 在講財務 或者譬如有朋友問 那個人壽保險 未到期 但是那些淺點呢 你沒有提早剪掉的嘛 等等這些個案呢 其實大家如果有類似的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chat group 那裏 就是提問的 這個時候呢 我們請來就是有協平西博 就是concord方面的代表 剛才碧咸也有說 concord的集團 葉平西博除了是在加拿大 東西兩岸呢 都是有這個社區發展之外 甚至乎是美國 英國等等 他們呢 亦都是在做一些社區的發展 我們請Isaac 出來跟我們說一說 譬如現在呢 尤其是針對想回流 或者想移民來加拿大的朋友來說 在地產市場方面 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呢 謝謝Isaac 好 多謝智青 多謝碧咸 或者我跟其他家人一樣 我也做過自己個人的介紹 先忘記之後 或者我聚訊一下公司 或者說說市場方面的留言 我個人來說 其實自己都在香港出生 經過90年代的移民潮 所以這時候和家人移居了來加拿大溫哥華 所以我個人來說 也在溫哥華長達 但當然也經過concord在多倫多的持續發展 也過了來多倫多的居住 所以我希望在溫哥華和多倫多也好 希望在今天這個講座 我亦都可以給予一些我個人的了解和訊息給大家 如果關於concord來說 剛才指稱其實已經結束得很好 我公司來說 也是在加拿大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發展項目 在這個圖片上也能看到 我們其實在不同的城市裡 都有不同的大型的發展項目 這個來講的背景也能看到 這是我們溫哥華的萬博湖縣 concord Pacific Place 你能看到這裡的配套 有由學校、社區中心、銀行、車禍市場、 醫生應診所等 也會連駁在不同的交通工具 所以在這段時間也說 有不同的移民 也很喜歡選擇在我們這社區裡居住 當然我們在溫哥華不同的衛星城市 都有不同的社區 這是我們Richmond的concord Gardens 其實我近年來也聽見很多返回流的人士 都會選擇在我們concord Gardens去置業 因為這裡也說近華人社區、機場等等 我們在Bernaby有兩個大型社區 這個叫concord Brentwood Metrotown 很多人都會認識Metrotown 差不多好像第二個大型社區 第二個市中心 我們那裡也將會有一個大型社區 蘇里 Suri 也是一個很大的人口地方 所以也說我們也有一個社區 在那裡 說到多倫多 很多人都會經過市中心 都會看到我們的社區 這個叫concord city place 也是一個45個地 現在已經建立了超過20個不同的住宅客名 去到North York 很多人都會認為North York 在多倫多之中是一個很中心 同時也是一個很高尚的住宅區 如果包含我們也有一個 有一個 失圍的地鐵路線 所以也說這個concord park place 是我們在North York的社區 除了溫哥華至多倫多之外 其實我們去Calgary都有不同的發展項目 近年來也說到美國的西雅圖 英國的倫敦等等 除了我們的發展項目之外 我們公司也有在不同的企業 在綠化能源至酒店業等等 都有我們的領域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潔的concord 所以希望我們在不同的加拿大城市 都有不同的發展項目 希望這方面都可以給大家一些了解 如果剛才說過市場走勢 其實我相信這裡很多的觀眾 都對加拿大這些城市的樓市的進展 都很有了解 經過你們平時的自己的調查 或者經過現在很多時候的經紀 都會提供很多不同的資訊給你們 我們來講的商人發展商 都會一樣 不過我盡量來說 很簡潔地做一個簡潔 在這幾個主要城市 如果我見到溫哥華來說 如果對上兩至三年來說 樓市比較溫和一點 甚至乎如果再比上的話 可能有一些局部性的地方 都會有一些調整 但是過去這一年來說 我見到非常輕惶惶 其中一個原因都是 會見到香港的政治氣候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我都說的 過去這一年聽到 由買家至業主至經紀 每個人都說 都會有同感 覺得很兴旺 我覺得在公司的價位 都說的 在50萬至120萬之間的價位 是很有承接力的 如果在獨立屋來說 都說的 在150萬左右的價位 都說的 都會聽見 很多有multiple offer 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這個價位 亦都會問合 對港幣也說的 一千萬以下左右 我們在溫哥華的同事 都說的 都說 沿著這個暑假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買家 回來會說 想由香港過來 想買個 比如買個兩房黑門 這個是一個較為 一個很熱的 他們的首選的單位 如果說到多倫多 都說的 其實多倫多 其實本地市場 都非常之好 非常之旺 其實過去這個三至五 都已經是這樣的情況 直至到這個年頭 都是 因為一月份 都已經很熱 不過當然 也有這個疫情 所以都說的 在這個 雖然整體上市場 都說的 在二、三、四月都說的 都說的 但是我來說 都說在Concur 個人來說 就不是很見到的 因為我們都很快 提供了很多的資訊 買樓盤的資料 各方面的東西 經過數碼的媒體上 就傳遞到資料 給客人 所以都說的 很多客人 即是他們在本地 來不到前私中心的 或者他在海外 在香港 都說其實都經過這些資料 其實都做到 他的購買情況 所以我個人來說 都說 我們這段時間 其實就看到那個 加上市場的購買氣氛 所以其實都很旺 其實都很旺 因為社區都說的 有不同的樓宇 在不同的完成階段 有些是可以立即收到樓 有些都可以是 遙遠一點 三、四年之後才成交的 所以都說的 有些有見到 如果我們的海外人士 想回樓 回來買樓 都說的 視乎於他們 或者想是 立即需要的 這個暑假將會入學的 或者是什麼 需要立即搬進來的 我們也是這樣的課源 有些都說想買來投資 是遲些先 是落成的 他們都沒有問題 所以都說的 我們在這方面 都會提供得到的樓 給他們 不過如果說一說 總共的 多倫多市場的狀況 都說 我始終都覺得很興旺 在不同的價位 剛才說 如果在公司來說 50至8月萬 始終是一個 活躍的價位 如果獨立屋 都說的 有150至200萬 多不多 都說的 都很有承接力 聽見很多經紀界的人士 都說的 對呀 很旺 有數目的 如果終結 都說的 我覺得現在的 如果看到的移民潮 或者回樓潮 都說 其實我看到他們這些買家 好像你們大家一樣 其實都是 比起90年代的移民潮 都說 其實我覺得很大分別 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人士 是很有資訊 是很有資訊 例如 都說的 好像今天這樣 你們大家經過星島 都說 A1也說 都安排這樣的節目 其實提供了很多資訊給大家 所以我覺得 現在他們 以大家的 了解的情況 都說 以及以前都說的 會不同很多 不過 希望 接下來 有時候不同的情況 都說 很多時候千變萬化 希望今天來說 都說 經過大家的談談 都說的 或者如果有不同的 情況都說的 都可以大家帶出來 都說大家再討論 謝謝 好 謝謝Isaac 或者想補充一點 就是 因為我們了解 香港有不少朋友 都喜歡住全新樓 所以我們找了協平細博 跟我們聊天 你也可以直接從發展商的角度 去了解 直接跟發展商賣樓的做法是怎樣 因為如果你跟二手的上一所業主 當然不是發展商 他解答不了你很多 關於樓宇 售後服務 或者還有沒有其他配套上的問題 有沒有其他選擇的問題 所以 你跟Isaac公司聯絡的話 你可以了解掌握到的資料 和你直接跟經紀聯絡 是另一種情形 智青 我們其實已經有很多問題 來自我們參與了 今天這個Zoom Meeting的朋友 你覺得我們可不可以 首先解答問題 我們有時間的 再回到我們之前準備了的個案 完全同意 碧涵 因為我們這次的講座 目的都是希望 參與者有問題的話 可以得到答案 所以我們準備了的個案 可以稍後有時間 再跟大家分享 不如大家想知道的問題 我們先請我們的嘉賓 去幫幫忙 譬如這位就是Daniel Daniel這個問題 跟賣樓有關 跟賣樓有關 他說他是一個 加拿大 如果他日後要賣樓的話 是否需要持有25%的賣樓款項呢? 這個可能Isaac和呂sir都可以幫忙 哪位先回答 請Isaac先回答 哈哈哈哈 我們其實賣樓來說 通常 因為我們新來發展商 賣樓宇都說 都是一個 預售為主 雖然有些物業 都會是一個 很少量的物業都說 可以準備 立即成交 立即交到樓 但多數來說 通常都會等一段時間 半年一年至三四年都有 我們在這個預售情況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步驟 就是 通常海外人士都說 會叫他們都會給一個 大一點的訂金 即是本地人士 或者會給25%的訂金 但是我們海外人士都說 也都幫助他們準備好這個訂金 之後做他們的首期 或者各方面都說 會要求他們給一個35%的訂金 所以這個是一個訂金的準備 之後都說 等到他成交的時候 之後也可以交給雷Sir 去再解答如果 之後都說 之後的安排是怎樣 作為一個二手樓的賣家 那個售賣家 其實他是不是 拿到買家的那塊錢之後 是物業的全部的25% 都是存債的 還是一個怎樣的百分比呢 其實呢 Daniel這位朋友 他問過問題 25%是很普遍 如果他仍是一個 non-wrestling的身份 以現在的稅法來說 是確實有這個refolding tax 不過呢 就記住一件事 既然refolding tax 就是說 暫時 是在你本身賣的過程裡面 是靠起的 你仍然以一個非居民在加拿大有售樓 而因為這個緣故呢 是需要可以報稅 在報稅的過程裡面 就要行為一件事 究竟你報稅裡面 你給的人更多還是怎樣 那這裡裡面來說 就是說 政府只不過避免 有些非居民就說 賣完樓了 然後就沒有報稅 那起碼呢 就要25% 代了下台先 那所以你可以到此來 可以衡量一下 那還有一件事 就是記住 現在的例子是這樣 不表示將來的例子不會變 所以呢 如果Daniel問這個問題 最近將會發生的事呢 那當然就是 現在我們的答案來說是恰度 但是 過幾年之後 甚至乎 他是 預算未來會發生這件事的話 那真的要看看有多久的時間 而加拿大稅販會不會再有什麼變化呢 那呂Sir 你既然在說這個 買樓宇的稅項問題 海外買家在加拿大置業的話 是有需要給這個 海外買家額外的徵稅的 那如果 一個在搞移民的人士 那他就想著 我買定房子 到我批了我過來的時候 就有屋住了 買的時候的身份仍然是海外買家 但是呢 他終於結果 搞成功了 那他的海外買家 便很冤枉了 那 指稱我將你這個問題 我就一腳 給陸先生 答一答 因為我們上次也有研究過 陸先生他有一些好的方法 是幫人進來的時候 是可以將這個問題解決到 我聽過他講過的 可否交給Tony 他答一答這個問題 謝謝你,Sir 這裡分兩個層面去解答 最近我處理過的個案 就是有些人 是入籍了 回到香港 現在再回樓 再要買樓 因為根據稅來說 如果你是非居民來說 就應該要有15%的非居民稅 但是問題就是 如何定義去做非居民和居民呢 所以 在這方面 我曾經有幾個成功個案 就是 我給他一些提示 或者建議 他舉例 他回來開銀行戶口 找人去併工 補稅之類的事情 證明他那個 他日亂系在加拿大 再加上律師去印證 可以豁免那15%的 第二個層面就是 那些真的沒有身份 海外賣家 他不是加拿大人 或者是加拿大的蜂蜜卡 或者是永久居民 那些人要怎樣做呢 就是 如果 他必須要先給了15% 但是 如果他們在指定的時間 即是一年兩年之內 拿到身份的話 這筆錢 政府會退回給他 另外 有些公約簽證的人士 都是可以適用的 譬如說他有兩年功的簽證 他可以申請 將稅 退回給他 但是前提先給他 和留學生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 上移民稅目稿的網站 他會有介紹 是怎樣可以退回稅 所以 概括來說 如果公民 或者永久居民回來住的話 他們只要去提供一些證據 證明他有定居的意欲 例如剛才說的 有工作 又再報分稅 社會要讀書 他可以和律師協調一下 就能夠確認了他居民的身份 他可以免費了15%的必居民稅 另外那些海外人士 他們必須先付錢 不能夠說 但是 如果他們在短期之內 可以移民到加拿大 或者他們有公約簽證 在加拿大 或者留學生 有超過某些時間 住了幾年的話 他們可以先付錢 就可以去稅局 申請他們的稅 謝謝 好,謝謝Toby 不好意思 剛才也說的 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 或者剛才Daniel的問題也說的 我自己有點誤解了 也不好意思 Toby以為是說 剛剛買樓的時候的過程 剛才說的 reholding tax 也說的 是一個買樓的perspective 也說的 因為你買樓的時候 不需要處理這件事 所以通常也是之後 要賣樓 甚至乎買樓之後 如果你收租 那麼多話 當然 holding tax 也會受這方面的影響 首先 呂 Sir和陸先生也說 也解答了 謝謝 好 我們想看看 我們有很多參與的朋友 其實你沒有認識你自己的視像 以及沒有認識你聲音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因為版權 或者保障大家的關係 我們沒有開放給其他人 去做這個錄影的工作 想試又看的話 在隔一會之後 我們同事簡單的展輯好之後 會重新擺一個在我們傳媒機構 升到的Facebook page 大家可以觸管重溫 而現在的過程當中 我們偶爾會看到 譬如現在這一部華為Mate 20 有些人的聲音和樣子 是沒有mute 或者沒有息 我們想保障大家的私隱 以及令整個活動暢順一點 如果你有時間 希望你可以幫幫忙 除了認識你的聲音 確實聲音認識 之餘 可能你認識畫面 其實整個chat會更加流暢 多謝你們 我們第二個問題 就是來自另一位朋友 Kent Hue想問一下 技術移民 如何可以找到請LMIA的公司 可能有很多人叫LMIA 麻煩陸先生幫我們解釋一下 好嗎? LMIA是簡稱的 全名就是 Labo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 Labo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想申請工作簽證的時候 或者想移民加50分的時候 你必須在本地找一個公司 你的公司向這邊的勞工部 Service Canada Service Canada 申請一個勞工子 如果勞工子 如果批准之後 你會可以來加拿大工作 或者可以在移民加50分 但是前提第一 你要找公司 因為跟你相關的行業 因為政府來說 想知道 是不是這間公司在加拿大 聘請不到管地居民 去保障管地居民的 或者移民的工作機會 所以第一 這個僱主一定要賣廣告 盡他本能 Due Diligent 嘗試申請本地的工作 給管理人 但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會批准了一個 叫做六公子 簡稱叫做AYMMA 給公司 然後就可以憑了六公子 申請工作簽證 基本上 但是你怎樣找呢 就一定要你自己去聯絡 最好跟你職業相關 譬如你是做電腦 最好找回電腦公司 譬如你做其他專業行業 找回專業行業公司 謝謝 謝謝Tony 接下來有一連串 就是和保險有關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親人在香港 想回流回加拿大 但香港還有人受保險 有派息 亦未到期 應該怎樣去處理呢 我想這就是問呂sir 呂sir要開咪 要 是 這個動作 這個問題上一次 幾位朋友已經有問過 但原則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所做的保險 到期的時候 有一個派發的價值出來 跟你之前你的保險金 投入的成本相減 你那個就會有一個gain 這個gain呢 只要你那時候已經是加拿大的居民 按照加拿大的收入來說 是環球性也要打碎 這個部分呢 都要打碎 這個是原則 但是保險本身來講 裡面是非常繁複 每一個情況來講 都會有不同的 那我覺得呢 在這些情況裡面 要個別再去做一個考慮 那但是呢 如果你的保險來講 是不是適宜在未到期之前 提取的話呢 那這樣東西來講 我覺得你最好就是和 你在香港的保險經紀 去研究一下 因為我知道呢 每一個產品來講 未到期之前呢 可能你提早拿的話呢 有機會那個 金錢上的損失都會少的 那所以這方面來講呢 是認真要考慮一下 那如果詳細你想了解多些 是關於這個類別的方面的話呢 歡迎你在這個會後呢 給我電話 那所有我們談談的事情 都是絕對保密的 你放心 好 另外一個就是 Queenie問的 其實也有相類似的 他就說 其實他在香港買開的 有一些是歸原紅利的儲蓄受險 有一些是每年分紅的儲蓄受險 工完之後呢 其實已經工了5至15年 差不多工完 但是要30多年才可以回本 之後還可能會有增長的 這些類型的 有投資價值的受險 那麼他移民來加拿大之前 應該要怎麼處理 怎麼計算呢 有什麼可以做定的呢 呂Sir 我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說 現在這個保險 他說要30年 才回本 我不知道現在是 到大陸到第幾年了 那 那 要考慮一下 就是說 如果在保險的過程裡 他仍然要工的話 那你考慮一下 工的時候的成本 還有你之後 你收到多少 是現在斬籃 還是將來你繼續供到尾 然後一筆拿回 這件事呢 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先由你香港的保險的經理 跟你做一個分析 但是在稅務立場 剛才我已經解釋過了 就是說 你一路供的時候 那段時間你沒有什麼稅務的問題 但是到你 到期了 你要領取的時候 你小心就是說 你擺儲的成本 以及你得益多少 雙差 裏面來說 你的金 究竟有多少 那個數目 到時如果你原來加拿大居民 你就需要去補稅和納稅 好 謝謝呂Sir 然後就有兩條 跟CEC有關係的問題 分別就是說 想問一下 34歲 才過來加拿大 讀兩年college 然後搞CEC移民 會不會太老呢 還有就是 由你CEC入子 指導批 一般來說是需要多少時間的 想解答一個問題 就是 加拿大讀書是沒有一個年齡限制的 三十多歲來說 我覺得 都不是太老的 可以讀書 不過 提醒大家 如果技術移民來說 超過35歲 就開始扣分了 所以這位朋友要留意一下 就要快了 要快了 不是你讀書之後 再申請公共簽證 再移民 那就可能會扣分了 第二個問題 就是關於那個 CEC 或者所謂的EEE 叫做特派通道 其實來講 什麼叫特派通道呢 就是我們處理的個案 來講 如果 如果是從批座開始算 或者叫做ITA 即是選了你合格資格算 應該一年之內 就可以移民到加拿大 甚至乎 有少數處理例件 半年之內已經批出來了 所以叫做特派通道 但不是說你把資料 進入一個池的Pool 計算 因為 是從你抽中開始計算 不是說我去年 放了東西 應該一年之內 都會批出來 不是 是從你放了之後 由移民局定兩週 每周抽一批人 是有個分數的 如果你是達到那個分數 舉例 今次抽了四百五分 如果你是四百五分 被抽中的話 那你又抽中可以計算 應該是一年之內 甚至乎有少數例子 半年之內 所以叫做特派通道 那他抽了你 是否會通知你 你現在被抽中了 你自己知道嗎 是會的 如果你抽中 他會有電郵 他會有電郵通知你 或者你恭喜你 你已經被抽中了 所謂叫做ITA Invitation to Apply 即是施懷封信 邀請你申請移民 從那封信開始計算 一年之內 甚至乎我們處理的個案 有些最快 三個月都會批出來 好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剛才我們講的 這些是加拿大經驗 可能會讀書等等 之前你說過陸先生 有自顧移民這個類別 自顧移民這個方式 有沒有年齡限制 以及公種限制 他很有趣的 他給一個例子 是60歲 健身教練 我不知道兩件事 是分開還是一起計算 可不可行的 可行的 不過提醒大家 他不是這樣教練就可以 他有兩個條件 第一 你是知名的 例如這個教練 六十歲不要緊的 七十歲都可以的 你是有國際性 或者地區性的獎狀 或者知名度 可能是電視訪問你 報章訪問你 雜誌訪問你 以及有獎項 最好 有些獎項 承認你的資格 不是單單的教練 就可以申請移民 是一定要的 但這方面是沒有年齡限制 最近我做過一個藝術家 七十歲 即是藝術家 也批出來 而且是沒有資金限制的 只要你基本上 有十萬元加幣以上的資產 不需要你投資 最重要是某程度上是一個專才 沒錯 以往兩個例子來說 有些人可以經過自僱移民 譬如有些藝員 有些音樂家 有些藝術家 還有些彈琴 有些製作餅的 如果製作餅獎獎 或者國際知名度高 或者隨時都可以用自僱移民申請 不過現在平均來說 這個申請時間大概要兩年半到三年左右 其實疫情有沒有影響審批的速度? Tony 絕對有的 因為現在你說大部分移民的案件 差不多處於半停頓狀態 所以很多案件都處得很慢 唯一例外就是家庭團長 剛才說的夫妻擔保 子女擔保 或是祖父母擔保 他們基本上沒有受影響 但其他所有 包括移民的申請 入籍申請 和夫妻家申請 都是現了的 好 另外有朋友問 就是 因為我們多倫多 可能很多人知道 以下的問題 可能Isaac會答得更清晰 多倫多人移民過來 或者過來讀書 他們就知道是跟校區 很多時候你住在哪裏 就是影響了你可以讀公立學校 即是政府資助的學校 就可以回到哪一間 如果在加拿大其他地方 尤其是溫哥華 其實那個情況是否一樣 於是你買哪層樓 買在哪裏 就變成你的子女 就是讀哪個校區 是啊 每個不同的城市 都有些不同的環境 不過以我了解來說 其實溫哥華這方面 都說是鬆了這方面的規例 所以可以融入 經過一個考慮之後 都說可以批准 在距離地去學校 不過我們來說 都說 我們盡量在我們的社區裡 所以你看到 譬如說 我們多倫多的城市 都有我們的學校 所以等到住在這裏的人 都可以去到這裏的校區 我們North Your Eye 都一樣 謝謝 因為有個家長 移民最重要的目的 其實是想子女在教育方面 成長方面有更好的發展 所以學校也有很多人會很緊張 有很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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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回流的問題 譬如 這位Mimi說 97年前 就年輕了 住了一個月之後 就回到香港 但是沒有申報到 雷Sir就會開始笑 因為我們上一次的時候 也有一位 沒有申請到 在香港做了很多年 沒有報過加拿大 但是現在打算回來 我們都要替他鼻孔都沒有肉 這位的朋友 就是說 他如果現在想回來加拿大 是不是還可以有效延續呢 如果他決定明年來了 然後留下 他有什麼需要做呢 他在97年前 年輕了 住了一個月 離開了 沒有抗議 而另外 也有一位朋友 就是說 他又來了加拿大 年輕了 沒有申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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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到香港的時候 那位表是填 他是訊號 是訊號 還是訊號 還是 沒有申請到 沒有申請到 這兩個問題 也是有關連 可以一次過給大家 作答 這個問題 分開兩部分 有一部分 我想需要 Tony回答 因為 因為 那個師傅 他本身來講 只是年輕了 然後 他已經離開了 嚴格來說 他是未完成整個移民的過程 他未拿到一個護照 我講的例子 只是另一類 其他問題 我回到 Tony作答 我遇過很多個個案 就是 他們 唱歌 拿了 護照 很瀟灑地離開了加拿大 沒有向稅局 申報他們 成為非居民 好了 到現在來講 回來的時候 就著急 因為 自己的身份 還未確認 會不會 他在香港 賺這麼多年的錢 要重新報回加拿大稅局 要交稅呢 我建議的做法 就是 先扮了 Declare Non Residence 補佈法 然後 你搞定了這一步 然後再搞 再回流 這件事 比較穩陣 但是至於 說 年輕之後 已經離開了 根本就不是我講的法律 那就是麻煩Tony去作答 OK 謝謝 李Sir 其實很多人有誤區 什麼叫誤區 就是 我移民了加拿大 回香港 我得了移民紙 沒有歡迎卡 我已經離開了二十多年了 會不會我的身份沒有了呢 這樣 我可以明確和大家說 不會 因為 除非你是 被人取消的身份 或者自動放棄 你的永遠身份 是一向跟著你一輩子的 除非你是自己放棄 或者 你被入境的時候被移民取消的身份 但是問題來了 因為早幾年來講 全部入境的話 都要有ETA 即是要一個電子簽證 才可以入到加拿大 以前的人可能 打拆邊球 或者走開地帶 我拿特區盤子 或者BNO入境就可以了 我又當我入境就可以了 現在就不行了 現在就是因為 有了一個電子簽證 一定要有電子簽證入境 就不可以 而且 移民旨不可以用移民旨入境 因為 現在全部封印卡 那張移民旨 不可以當作一個 旅遊證件 旅遊證件 問題來了 很多人就不知道 對 網站 如果想回到加拿大 你就申請ETA 好 一申請ETA的時候 移民國因為他有電子記錄 或者電腦記錄 這是一個永久居民 就給他兩個選擇 這兩個選擇是怎樣選擇呢 就是說 申請一 你放棄了加拿大 永久居民身份 我就給你電子簽證 進去加拿大 或者 你申請一個特別簽證 一個叫做Trouffle Document 英文叫做 一個旅遊證件 我就給你申請 當然很多人都會選擇 我申請旅遊證件 但一填 就要問他五年裡面有沒有住過 像剛才雷Sir說 因為一般來說 加拿大永久居民 除非入境不值 五年之內 必須住每兩年 否則你是不可以延續 封用卡 或者取消你的身份 當然 香港朋友當然老實填 因為香港人很老實 我五年都沒有住過 走了二十年 或者幾多年 一填了之後 延民國收到的訊息之後 不單止不讓你簽證回加拿大 不讓Trouffle Document 連你的永久居民都申請 都取消了 意思是 連你的移民資格 同時同步取消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如網站叫我申請旅遊證件 我就申請 大家不知道 根據移民法例 只要移民國知道 五年內 不住促兩年 隨時有資格取消你的身份 不過 你可以有六十日期間上訴 可能有些特殊情況 試過有些上訴特殊情況 為何他回來這麼久 因為爸爸媽媽病 重病 要照顧他 現在爸爸媽媽剛剛過世 所以才回來 這種情況下 有可能 法庭上訴的時候 可以接納給你回來 或者有些特殊情況 試過有些情況 就是 人是因為回到香港 他生了怪病 搭不到飛機 現在條理好了 現在才回來 這種特殊情況下 就可以申請旅遊證件 否則 一定要記住 你不可以申請旅遊證件 因為十個申請 十個都是距離的 這個情況下 用一分鐘說完結尾 怎樣可以做法呢 就是說 如果你有移民旨 俗稱為棉胎 你可以合法經過第三個國家 回來加拿大 只要你住足兩年 只要你捕捉五年的稅項 你就可以拿回封印卡 因為移民法例也有說明 只要你在加拿大五年之內 住滿兩年 移民局必須付回封印卡 今年2020年的問題 由於現在全球有疫情的關係 有一位朋友 他現在 一家在法國居住 他來加拿大 加入他太太那邊的父母 但由於他太太父母 在加拿大這邊 他們作為長者 也有糖尿的問題 他就很擔心他們在海外 如果現在移民過來的話 就會影響到他們的安全 但他移民旨的証証 是到十月三十一日到期的了 他十月三十一日之前又要來的 有沒有得走棧 延伸這個期限 還是怎樣的呢? 陸先生 是 以前來說是沒有得走棧的 如果你不來就放棄了 重新再申請過 但因為疫情影響 移民局是有特殊情況的 最近我有一兩個個案例 都像這位朋友一樣 你怎樣做呢? 第一,你要寫信給移民局 告訴我 因為疫情影響 你來不了 移民局知道情況之後 他就說 什麼時候疫情受控 或者什麼時候許可華 再聯繫移民局 意思是說 你先去移民局備案 就因為疫情影響 你來不了 到你可以回來的時候 你寫信或者電郵給移民局 移民局會給你指示你怎樣做 我估計 移民局就叫你重新去移民局身 再做一個良民證 但應該不需要重新申請 謝謝 問題是說 他自己 這位男士就是加拿大人 而他的太太 就不是加拿大人 他們現在兩個都是在香港生活的 他想申請太太 就拿這個加拿大籍 他應該在香港申請 還是應該在加拿大申請 他們是希望明年 2021年夏天的時候 就會到來加拿大的 現在應該是在香港申請了 還是等於來加拿大才申請呢 其實兩邊都可以的 不過我們經驗來說 在香港申請是比較嚴格些 因為最近我預約了幾個個案 在香港申請 香港領事館和移民局 要求他們提供兩件事 第一 他報稅證明 第二 他們證明他有誠意 在加拿大居住 因為 雖然你是公民也好 但是因為你長期在海外 他覺得 如果你不證明你回到加拿大會長住的話 其實不是團聚 是分開 將你和太太分開 因為你太太已經移民去加拿大 你還在香港生活 這是不是很合邏輯的 所以很多時候 移民局會證明 第一 你最近一年的報稅紀錄要提供 第二 要求你提供你有什麼誠意 有什麼證據 證明你會回到加拿大長住 如果你證明兩點 香港是沒有問題 但是有些人可能提供不到 就要小心 另一方面 境內比較鬆 境內一般來說 沒有那麼多要求 但問題是 境內申請的話 第一 女太太只有六個月簽證 每六個月延期一次 第二 過程中會比較長 因為 在香港申請平均時間 一年左右 在國內 即是境內申請大概兩年左右 當然疫情影響可能會更加慢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究竟你可不可以一直留在加拿大 不走 直接到移民簽證 批出來 還是一定要回香港處理事情 如果你一定要走來走去 我就會建議你在香港申請 如果你可以長時間在加拿大居留的話 我可以覺得境內申請比較容易 謝謝 謝謝陸先生 另一個問題 可能呂老師可以幫忙回答 有一位朋友說 她在香港一直都有一個自住的物業 從來都沒有賣過 反而在加拿大這裡租房 她以後可能會回香港退休 她在香港的物業 因為從來都沒有賣過 所以那個價值 怎樣計算呢? 她需要報回加拿大稅局 告訴加拿大稅局 她在香港有一個物業嗎? 是,李Sir 問題就是 她本身 我想現在她說的是 她現在的人是在加拿大 不過她仍然有一個物業在香港 沒有賣 就沒有賣到 仍然是當自住的 來到這邊 只是租 如果將來來說 她退休的話 她想請問 她是否需要申報呢? 分開幾個階段 她現在住在加拿大 作為一個加拿大居民 她們有責任 將環球的資產申報 包括她在香港這個物業 這個物業的申報來說 根據她的成本 要來做一個申報就可以了 那到她是 如果只要她這個物業 一直都沒有賣的話 她只不過是按綿 申報這個海外物業 就已經可以足夠 那到她是回香港退休的話 那已經不再是加拿大居民 那根本就不關加拿大這件事了 簡單的作答就是這樣 好,明白 看一看的鐘 現在是11點33分 我們本來 預算這個講座是一小時的 但是看到還有幾條問題 我希望各位專業嘉賓不要介意 留待一會 繼續幫我們的朋友解決問題 不如這樣吧 我們也要折一折時間 現在最後一條問題是11點33分 我們到了11點35分之後 就不再在這個 講座內作答 但是不要忘記 一會兒我們還會跟你說的連結 那條連結是可以讓你直接向嘉賓發問你的問題 譬如你有些比較個人的個案 你未必想大家在這個討論的話 也一會兒可以利用這個連結來發問的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我相信你們都會好奇 其他朋友的問題到底答案是怎樣 希望大家可以留到 我們也預算不會遲過12點 因為我知道香港的朋友明天還要上班 希望盡量不要搞得太硬 好 下一條問題是問陸先生的 我爭取時間問快一點 有位朋友問他想先過來讀書 然後帶他老公一齊過來陪他讀書 是否這樣的情況下會容易申請移民呢 如果中途因為學生簽證讀書不好 就取消了 會不會影響了丈夫因為過來陪我陪讀的工作簽證呢 基本上是會的 因為如果你過來讀書 你的配偶就可以申請工作簽證 他的工作簽證是跟你的學簽 或者學生簽證許可的時間 例如你過來讀書 讀兩年書 你先生或者太太就可以拿兩年的工作簽證 如果你因某些原因 中途是停止了上學的 或者你是因為經濟原因 或者其他原因 理論上來說 你太太或先生簽證都會取消的 所以變相說 配偶的學生簽證 批約之後 另一個配偶就可以申請一個公學簽證 來這裡工作 學簽證多久 公簽證多久 如果學簽證取消了 公簽也會取消 謝謝 范范脆脆繼續問 如果我40歲做電腦程式員 太太就是中學教師 教數學的 35歲 兩個這樣加上申請的話 分數是否很低 基本上年齡已經扣了五歲 已經扣好分 所以我覺得 這個機會可能會比較 相對來說低一點 但是 如果他英文考得很高分 例如 頂分是九分的阿詩 或者他學法又懂法語 或者他有直屬親屬在加拿大 這個就不同想法 如果他是英文一般的 學歷一般的 或者是年齡扣分 所以在香港表面看來 可能機會就不太大了 下一條問題就是這樣的 這個可能是 呂sir會幫到手 他在加拿大有一個物業 就是要轉名給一個 那個non-resident 就是已經不是在加拿大 稅務居民的兄弟或者姊妹 那那個land transfer tax 是怎樣計算呢 那個稅務的想法應該是怎樣呢 呂sir 我想這個問題可能要 Eisen 回答他 是合適一點 是不是 不好意思 你意思的問題是 你意思的問題是 原本的買家是加拿大的居民 不過他想轉移到另一個人 還未做加拿大的居民 是嗎 是加拿大的非稅務居民 非稅務居民 所以他在問稅務的影響是怎樣 是嗎 對,包括land transfer tax 但land transfer tax 多數是市府的 是地方政府的稅 對 首先如果稅務方面 通常都會是 計於 他成交的時候來計算的 所以這樣看看是何時成交 如果譬如說 你買那個是樓花轉讓的話 那你在這個 過程一說 就 關不關之前者事 是關後者 他成交的時候 他要給稅務是怎樣 好,然後下一條問題 就是這位朋友 他有缺帕的CSQ 我不懂得什麼叫做CSQ 但是呢 就說在三年之前 就已經得到這個QBAC的CSQ 現在呢 就等於聯邦的入口 Federal Approval 他說 他可不可以在加拿大 買物業 而不需要給額外的海外買家的稅款呢 CSQ來說 基本上是甚麼CSQ呢 CSQ呢 是法文來的 就是一個省提名請書 意思是 QBAC政府已經批了省裡面的移民 但是都要經過聯邦的程序 聯邦就要看檢查 要你背景調查 但是如果一般來說 特別是投資移民 我覺得這個是投資移民 因為現在 由CSQ批到聯邦批 平均來說 要四年左右的時間 意思是 朋友都要等多一年左右 才可以移民身份 但是問題是 他可不可以免稅呢 這個呢 是可以相確的 我估計他最好 和他的地產經紀 因為他的地產經紀 可能是 邀請他們 或者其他人 去問一問律師 這個法律意見 因為這個是 比較 灰色地帶來的 因為呢 我理解來說 如果你移民 原則上批准之後 就可以 退稅 但是因為他還有這麼久 時間 批了三年 還要等多年的四年 會不會讓他豁免呢 這個呢 我想要留給地產經紀 和地產律師 去幫他了解 或者上稅局 他直接可以上稅局 大家可以 不知道有沒有稅局的網址 可以讓稅局查詢 這個情況 下一條問題就是 剛才陸先生好像有說過 關於最後一組 他說 退休人士 在香港 自己一個 但是其他的兄弟姊妹 和父母 已經在加拿大 或者其他國家 移民而離開了香港 他作為最後一組 他有沒有可能 可以移民到加拿大呢 現在的情形是怎樣 有什麼渠道呢 最後成員 以前來說 十幾年前 有這樣的條例 如果你最後成員 法例是容許你來加拿大的 但這個法例已經取消了 取而代之 你可以通過 人道同情的申請 這是有機會的 如果 很多家庭成員都在加拿大 而且你一個人在香港 你有可能 申請人道同情 但是前提是最好 你在入境後 申請會比較容易 因為你的目的是團聚 但是如果你一直 處於海外 或者香港 先申請的時候 他有沒有覺得 你自己都可以獨立生活 你自己都 和家人團聚 那意思是 可以申請 但會提議 入境後 再申請 會比較好些 謝謝 這位朋友 他三月開始 以Visitor身份留在加拿大 恭喜 因為剛剛幾天前 收到COPR 即是Certificate of Permanent Residence 他就說 他是不是一定要 先出境 再入境 來辦理登場手續 這個問題 也適合現在疫情 以前的個案 就是我們去Niagra Falls 那裡過過橋 或者在溫哥華那裡 去去施加圖 這樣 出一出一入 就馬上可以搞到 但現在其實 美國和加拿大 邊境是封關的 我想這個問題 也可能是Tony 可以作答 剛才那個COPR 是一個特殊的文件 以前從未有的 以前只是給移民指 IM1000 或者叫做Lending Confirmation 因為疫情影響 根本的移民局 很多八線都關掉 你根本Lending不走 邊境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特殊 移民局給你一封信 這封信 是確認你 確認你 確認你 已經有移民的身份 你是不需要出境的 你已經是永久居民 你憑他這封信 可以申請一個風月卡 因為你憑這封信 不是一個永久居民身份 一定要有一個風月卡 才可以出入加拿大 所以我會提議他盡快的身份 他不需要 但有一點提醒他 下次剛登陸的移民 可能他們的香港或者海外行李 或者物品是免稅的 最好他遲少少 得疫情控制好之後 他們去稅局或者海關 給他一個清單 說我將會有這樣的文件 或者譬如車 或者甚至車 當然有用過 或者是鋼琴 電器 或者有些傢俬 會回來 包括首飾 珠寶 名貴首飾出寶 讓他清單 讓他蓋過一張 將來你的物品 是可以免稅的 另外 或者將來你有些錢 要帶過來 你也可以在海關申報表上說 他可能 將來你入境的時候 的錢 就不會給海關 或者其他人留難 謝謝 好 那麼 這一位朋友的問題 就是 時光飛逝了 話說他那時候 宣布了申請非稅務居民 回到香港之後 在香港結完分 女兒在香港出生 他幫他申請了加拿大的護照 當時他很小 但是現在轉眼間 他的女兒已經是長大了 長大了之後 他又沒有在加拿大生活過 那他的稅務安排究竟是怎樣 他在香港工作 在香港住 在香港長大 他需不需要交加拿大這邊的稅 會不會也是 呂sir才會好一點呢 如果他本身來說 已經是回落 不過他剛才 我聽漏了 就是他有沒有回到香港 的時候 申請了加拿大 有的 他媽媽是申請了加拿大 媽媽申請了加拿大 那現在的擔心 就是媽媽 是不是進來加拿大 需要再報稅 不是 女兒在香港出生 香港長大 他一直都在香港工作 從來不是加拿大的居住 不過有加拿大人的身份 他需不需要交換呢 你說的女兒 是的 要分 她的女兒是不是已經是成年人 相信是 或者她是想看看她 女兒已經長大了 作為成年人的身份的時候 需不需要在香港工作 但保加拿大 不需要的 因為她的女兒本身來說 她只不過是在香港 是有加拿大護照 但她仍然未搭出加拿大 不是加拿大的居民的話 那她的收入來說 就不需要在加拿大這邊補稅 好 明白 好 跟著這個問題 Isa可能可以幫到 那她就說 她是一個 2014年的時候 就買了在多倫多的樓花 是否需要給這15%海外買家稅呢 她的意思就是 因為2014年她買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海外買家稅的制度 但是 房子買的時候就要預售 現在差不多交樓了 現在又有這個海外買家的稅項要求 到底她需不需要給呢 好 好 我要看看這個買家的稅項 她一 她現在成交了沒有 第二 也要問 她其實是在溫哥華 即是在BC省 還是在多倫多省 在多倫多省 在多倫多省 因為在多倫多省 因為在多倫多省 在多倫多省 如果她是之前買了稅項 她是父親做的 所以她也說她是不需要給這個額外的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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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稅項 是的 是的 好 謝謝 另外 下一個 先看看 還去到 OK 在1997年之前 有位觀眾說她年輕了來加拿大 一個月之後就回到香港了 當時就是沒有報到 沒有 申請 澄清自己 將會成為非加拿大的稅務居民 非稅務居民 她想 準備回來加拿大 下年 她 剛才聽陸先生說 入境的時候可能要填 ETA的Visa 是不是就是說我們其實要填 那張Visa更好 還是申請了旅程才回來呢 那 怎樣寫自己 即是回到加拿大 證明她 接下來的五年會住在這裏兩年 會乖乖地不會到處走 那這件事怎麼處理呢 首先就是說 申請的ETA 如果她有永久居民身份 她未必會給你 因為ETA 只是給那些非加拿大居民 或者非加拿大國籍的人 所以 她申請的ETA 我估計遇到困難 除非 有少數例子 因為她移民的時候 用特區 她現在用BN申請 可能簽選中心 或者領事館不知道她的身份 所以 如果她少知道 她有永久居民身份 肯定不會給她的 那 如果申請了初期 document 旅遊證件 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理由 就是說 我回到香港工作 回到結婚 我生孩子 領事館是不會給她的 而且 不單止不給她 或者取消她的永久居民身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最好她可以經過 第一 有兩個情況可以處理 第一 她如果有一個好的理由 解釋為何那麼多年都在香港沒有回來 有一個非常好的理由 可以求情 第二 她可以 剛才說 如果她經過第三個國家 合法進入加拿大後 她可以 只要住足兩年後 她可以申請封許可 甚至和三年申請公民 居住 Tony 你說所謂求情 她應該在香港的加拿大領事館 求情 還是坐飛機 去到入境的時候 在那個位置才求情 不要 因為入境的時候 變得很大麻煩 因為到時不讓你進入 那你就行李 坐回頭機 對 打回頭機 很尷尬 而且是很浪費的 我估計是可以在香港求情 可不可以拿一個旅遊證件 但是這方面我會提議她 跟專業人士先商量 譬如律師、移民顧問 或者做移民的人 商量之後 覺得機會大不大才可以求情 因為求情 曝光就變得沒有回頭 沒有回頭 所以最好在求情之前 要跟專業人士了解和協商 然後才去求情 謝謝 謝謝Tony 而且很快大家回答 有朋友問 軟體系統在多人多 要不容易找工作 如果你是操留來的廣東話、 國語和英語 我有理由相信 我們公司現在是在找軟體系統 對 所以可以申請LIMA 基本上要看幾個情況 聽起來也不錯 但是要看年齡 例如超過35歲 你的學位是本科、碩士 還是普通專科 又要看你的工作經驗有多久 以及因為程式也好一種 但是聽起來 如果你有好的學歷 你有好的英語 基本上聽起來應該不錯 謝謝 我聽見在第二季 雖然在這個疫情之中 很多人都會說 會不會多倫多的經濟來講 受影響 會不會有什麼行業 在找工作 在聘請人 我記得到 在第二季來說 包括 Shopify 剛剛宣佈了 在多倫多的下落辦公室 他之前的大辦公室 剛剛在第二季 他也說 再租多了十幾萬呎的辦公室 所以 整體來說 他們也是一個很大的辦公室 在下落辦公室 持續地聘請 不同在這方面的軟件 另外 我也聽見到 在Waterfront Toronto 有一個網絡公司 他也是幫助 Google Analytics 他也是再租多了十萬呎的辦公室 所以 我記得到 這個財政局 也是持續地有 在多倫多的增長 我有一位朋友 剛剛申請了 Skip the Dishes Skip the Dishes 即是送餐局部 現在 都是說 很激烈地聘請人 由經理級 一直到程式聯 等等 似乎他們都希望可以盡快地 能夠應對市場的需要 所以 那個層面 似乎是 挺好前景的 好 另一條問題 我增了時間 這位朋友 他是已經入籍的加拿大人 不過離開 回到香港的時候 沒有承諾自己是無居住 然後 他先生 就拿了PR卡 他們 幾年前 他先生用他先生的名字 買了一間房子 在加拿大的 然後放租 他和他先生 是有報物業稅 那究竟他們現在的身份 是居住還是不居住呢 明年回流 他要怎樣 在香港自己 決定是不居住呢 據我的理解 物業稅 是一個地方的稅 就應該和 CRA 即是聯邦 或者省的報稅 就是沒有關聯 沒有關係 他這個情況 其實他是不是沒有報過稅呢 是否打算我答 是的 呂長 OK 我想了解一下 他的所謂物業稅 是不是我們一般交給 這個市政府的物業稅 還是因為他出租的時候 他要因為這個緣故 他要交的 因為香港的物業稅 他有時候的理解是什麼呢 就是他從他物業收租裡面 要交的稅 我想要搞清楚這件事情 我這個假設就是 他只不過就是 因為他做業主 他本身來說要收租 他一定要交 就是交這個本地的物業稅 是不出奇的事 我這裡做的假設就是 他只是做了這件事情 第一個大問題就是 他有幾年在這裡收租 都是沒有報到民業的租金 的稅行 這個來講是一個問題 首先他要先搞定這件事情 而因為這個單位 是用他先生的名義來買 以現罪的觀念 是他先生本身來講 就要報回在加拿大收租 那幾年的稅行 而他本身來講 因為 沒有在加拿大居住 這位法問題的朋友 他說他自己是citizen 他是citizen 但是他仍然是non-resident 直到他回來的時候 他底部 所以重新計算了 所以這裡面 有幾個複雜的事情 就是我要搞清楚物業稅 他澄清是物業稅 純粹property tax 他一定要追回 補好幾年租金的稅務 因為他既然是non-resident身份 他仍然要收到租金 因為property tax 不是部會CRA 所以對於 加拿大稅局來說 他是一個沒有報稅的 非稅務居民 但是問題是 他既然那幾年 他馬翁又收租 他以一個非居民來講 仍然有個責任 是要將他本身在加拿大的收入 要申報給CRA 就說他有這個租 收了 之後來講 他又說租金收入也有報 是不是這位 是啊 他說租金收入有報 他現在澄清 這樣就很清楚了 如果租金收入有報 就很安心了 解決了剛才我第一個問題 但是因為那個物業來講 是他先生的名義 但是他先生的名字 他申報了的話 他先生本身來講 是一個non-resident的身份 他收租而已 但是他 本身來講 他仍然是一個 是居住在香港 是有 是一個citizen 差在呢 就是他沒有declare non-resident 換了個船 他要補回 之前我講過了 就是說 回了香港 而是已經 在加拿大的citizen 有一個passport的話 在這個情況裏面 他未回來之前 就最好補回 就是做一個declare non-resident 就會保險很多 好 先生的PR卡的話 這個 這個 他只不過是 我想問清楚 這個PR卡是何時有的呢 是他最近才幫他辦 還是之前已經有呢 就是他買屋的時候 的身份 仍然是 那裏面 裏面 時間關係呢 因為這個案子裡面 也牽涉很多壓力的問題 是的 還有我們剛才也說過了 希望呢 十二點鐘的時候 就可以放各位同學 回家睡覺 因為香港已經野心了 所以呢 我們如果嘉賓不介意的 繼續可以留下來 去作答大家的問題 但是剛才有說過呢 就是這個form 因為大家既然有這麼多的問題 想問我們嘉賓的話 你現在在 那個屏幕應該看到了 這個活動表格 這個活動表格 有幾樣東西 大家可以留意的 首先第一項呢 就是 如果你還有問題 想問嘉賓的話 那你呢 譬如剛才聽完這麼久 你也大約會知道 移民方面的問題 可能就是問陸炳紅先生 和錢有關的稅務方面 可能就是問女償 而和地產投資項目的話 亦都會找協平細博的Isaac 所以你呢 就要選擇 你是想問誰 如果你一次過幾條問題 要問不同人的話 就請你分開填寫了 因為你幻想一下 我們在後台會怎樣處理呢 這條問題是問Tony的 我們就會傳給Tony 問Isaac的 就會傳給Isaac 如果有些不直接關於他們的專業問題 我們也不會全部傳給他 所以如果你要問哪位的話 你就要選擇哪位 還有如果有多過一位的話 就要分開 另外呢 希望知道 你是怎樣 找到我們這次的活動 你是在Facebook Instagram 看到 還是在電台 聽到 或者在報紙看到 這次的活動 參與完之後 有什麼意見 希望你可以告訴我們 因為這次已經是第一次的追加版 而鑑於大家的反應這麼踴躍 可能我們會再次做這個活動 也希望每一次都可以做得好些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意見 還有如果你有些資料 比如剛才嘉賓所展示的 如果你有些需要的 那些放電話 那些PowerPoint 你是想要的話 那你也可以在這個欄目上填寫 當然我們需要知道你的姓名 要回覆你的話 需要你的電郵地址 而電話方面 你可以自行選擇填寫 我們希望知道你身處的城市 所以嘉賓在作答的時候 也可以就助你想申請 或者你身處的城市 可以答得精準一點 最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因為我們在加拿大的星島集團 很多時候都會有各種項目 亦會為大家提供資訊和娛樂 如果你是在加拿大星島的話 你都可以得到第一手的消息 若果你有在香港的星島加入了他們的任何項目的話 我們加拿大星島這邊是沒有你的個人資料的 因為我們加拿大這邊是獨立運作的加拿大星島 所以你與我們有直接關連 我們的優惠也好 我們接下來的活動才會透過我們這邊的渠道知道 另外不是很多朋友剛才有機會問Isaac一些賣樓的問題 可能那些都牽涉到要問手銷上有多少錢等等 所以我們歡迎大家可以私底下個別 直接跟協平細博Isaac聯絡 因為他們在加拿大好幾個大城市 都有整個社區的發展 所以當你知道搬去哪裏住好的問題 又或者是你怎樣可以從這個發展商直接買樓 投資或者自住 你會讓賣二手樓有一個中間的差價 你這方面的問題可以直接跟Isaac聯絡 另外就是很希望大家最重要的幫忙 就是要令到我們活動多些人能夠有機會認識和知道的話 這就很靠大家在社交媒體上跟我們手 Like在我們的Page 我們Facebook的專頁和下載我們的App 是的 剛才有說過我們截到11點35分的問題 其實11點35分最後一條問題 問完之後 視乎我們嘉賓是否仍然可以留下來 我們問了這位今年60歲 太太47歲 幫12歲的女兒 考慮移民加拿大 他說除了陪太子女兒讀書之外 這位60歲的人士也問 自己用讀書方法來申請移民 會不會太老呢 我覺得他批評學生簽證的機會很低 因為移民會有看過動機 因為60歲再讀書 變相說移民局可能不會給他學生簽證 所以我覺得讀書的簽證申請不是那麼樂觀的 反而如果他本身有管理經驗 有些資產 他可以考慮投資移民 或者最近有些特殊的省份 例如買農場去移民 我考慮過一些 我覺得迂迴用讀書的方法 對他的年紀比較成熟一點 就覺得不是那麼可行 謝謝 謝謝Tony 好,有觀眾聽眾問連結在哪裡 子晴剛才你介紹完 哦,現在剛剛發出來了 是的,已經發出來了 最簡單的 Facebook.com slash St. Cal Canada 你就會找得到 這個就是我們加拿大星島的網頁 你也可以在這一個網頁裡找得到 這次的講座重溫的 如果你有些親友 現在這一刻未必可以Live的參與到 也可以把連結 分享給你的親友 方便他們可以重溫這個內容 好,每一次我們都很想盡量幫大家解決所有問題 但是時間有限 希望我們在這一個 小小的討論幫助大家可以認識清楚移民 和回流加拿大的小小的資訊 但是你可以直接跟我們的預會嘉賓聯絡 就是真正幫到你解決 就是往後要回來之前準備的功夫 以及所有問題 多謝你們 在這裏再次多謝各位嘉賓 以及提醒各位朋友 如果你們還有問題想問的 或者剛才可能在解答的時候 如果你們還有一些想追問的話 我們那個形狀可以幫到你 你上到星島日報多倫多的Facebook版 在視頻裡你也會看到我們的形狀 活動表格的連結 你也會在這裏看到的 我們同事Gloria 其實也都已經把活動表格的連結 放在各個chat group那裏 如果你現在按chats A2那項你就會看到星島日報的連結 你按下去也可以直接去到活動表格 歡迎你填寫活動表格 來向我們的嘉賓發問 我們不阻礙各位嘉賓太多時間了 也在這裏再次多謝各位的朋友 又在香港的 又在法國的 也在加拿大不同省份的朋友 我知道現在也是在參與今次的現在網上talk 我是指稱我的拍檔是碧鹹 多謝大家的參與 好,多謝各位 謝謝Choseph 謝謝Leslie 謝謝Gloria 好 謝謝 謝謝你們 我們會留下這一個空間 大約5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copy 了這個活動表格的link 但是我們正式的網上talk 在這個時候就完結了 在這裏再次多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Isa 謝謝Tony 謝謝Leslie 謝謝Joseph 還有Gloria 謝謝 你要看到很緊湊 不停在這裏上來 是的 很好,大家不需要熱門 觀眾已經想好問題要問 非常好 因為這些問題很切心 是的 我們還給他們多一點時間處理好 那我們就 需要重新再開始 即是再開一次 我們有幾分鐘時間 自己內部要聊聊天 我12時半有個拍檔 所以我要先行告退 好 但是參與的朋友 其實我們現在自己在聊聊天 所以你可以自行離去的 因為我們看到有很多人在 我們不想好像很沒禮貌 蓋電話這樣 End Meeting For All 所以可以讓大家在Leave Meeting Leave Meeting的按鈕 在你的螢光幕的右下角 紅色的 你們如果已經copy了那條的連結的話 也在這裏可以和大家說再見了 多謝 拜拜 拜拜 OK 希望很快現在大會見到你們 是的 好,期待 好,各位要關閘了 多謝大家參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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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s 感谢观看